凡人手中没用的破石头 在我手中却是无上宝 只因我能随意穿梭修真界和武道世界 靠着两个世界的物价差异低迈高迈 我不只在武道世界中成为一方豪强 过着妻妾如云的奢侈生活 更是从修行废才一跃成盖世添交 但我刚从蓝星穿越到修真界时 却只是最底层的雏虫师 每天过着996的射处生活 领着微薄的薪水 修炼的也是最垃圾的长春宫 就连花楼的小姐姐都比我过得滋润 虽然我也想过去斩杀妖兽 但我的修为仅仅只有练起中期 而城外部只有助击境界的打妖 暗中还潜伏着无数老六性格的截修 所以稳健的我决定不修炼到金丹境界 是绝不会出城 本以为我这辈子都会被困在这修真小城 没想到三个月前却出现了转机 穿越者标配的金手指系统终于到着 但它因为意外只是个半成品 唯一的功能 就是能将我传送到明教大宋朝的武道世界 今天我如往日一般出城后 就匆匆赶回家准备前往武道世界 因为需要验证一个很重要的猜想 可刚到租赁的小院 隔壁的伞修道友魏长盛就叫住 苏道友 听说西南地界新出了一座鲜矿 很多人都发了大财 你要不要一起去 要是能弄个几百块零食 搞不好我们也能成为助击老祖 听到这里我急忙拒绝 天下可不会平白无故的掉线笔 你惦记零食 可能别人惦记的就是你的妖子 将今天赚取的一块零食吸收后 我就通过系统前往武道世界 美美地享受一番 女管家蓝月突然急匆匆地走进来 少爷 城中流通的武功匿集都买回来了 但都是些入门的粗浅功夫 想要学习高阶功法 必须加入宗门 我急忙拿过秘籍开始细细研读 原来这个世界灵气稀薄根本无人休闲 但却衍生出一种气血武道的修炼体系 主要是不停地开发身体潜能 我试着修炼武道后突然发现 修宪的速度起码上升了百分之五十 这还只是修炼的一些粗浅的武道功夫 要是修炼高深的那还了得 我顿时动了加入五道宗门的心思 侍女小竹却告诉我秦掌柜来了 原来在这五道世界的三个月 我命管家收购了大量的浴室和药材 想要从中筛选出零食和零彩 而秦掌柜就是我主要的交易伙伴 不过大部分都是些普通的房屋 每次都只能找出几颗达标的零食 但是为了不引人怀疑 我每次都会将送来的所有货物买下 秦掌柜还以为我是冤大头 经常暗中嘲笑我 却不知一颗零食我可以换万斤金子 很快我就来到城池中最强宗门西向门 可是直视却告诉我年龄超标 想要进入西向门根本不可能 除非缴纳五百两的赞助费 可以帮我安排一个旁听生的名额 但下一秒就有一名长老走进 将直视一把推开 苏公子天纵其才怎能被规矩束缚 从今天起就是我西向门的那门弟子 可以佩戴童章自由出入武库 这当然不是我的天资真的有那么高 而是来之前我就打探清楚西向门的情况 不止给西向门赞助了一万两名字 还偷偷地给掌握实权的丁长老送了五千两 但是进入宗门只是第一步 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学会舞蹈工作 可是根据负责接待的助师姐所说 像我这样走后门进来的根本没有师父 想要请人教导也不是不行 得加钱 但我最不差的就是钱 当即扔出三千两名票请最好的私教老师 在金钱的作用下 半个小时后私教老师就迅速到位 而且还是西向门的大师姐 听说为了接我的单子 他将其他私教老师全部打 生活不能自理 他也不愧为西向门二代弟子最强者 习练了三门皇级功法 不管是擅长因缘的透骨肢 还是讲究一力破万法的断体权 都练得炉火纯青 但是我更喜欢的还是内功心法金玉功 因为根据我后面的实验 刚刚入门的金玉功能让我修仙的速度加倍 不过大师姐却告诉我 任何一本功法都能让我晋级先天宗师 但是修炼五道极其损耗气血 所以只允许我选择一门修炼 不过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决定三门功法一起修炼 大师姐虽然担心我气血两空想要拒绝 可我是大金主她也没办法 只能给我一个药扇的配合 胶带必须每天服用保持气血旺盛 很快两天就过去 在我修仙神识的配合下 轻松就将透骨掌和断铁拳物头 修炼到登堂入室 但就在我准备修炼金玉功时 却突然感觉到身体发虚 前面几天还能靠着药扇补充气血损耗 但是后面我却发现 这药扇服饰过多居然会产生药毒 虽然我能靠着修仙的长春宫将毒素排出 可是却要浪费大量的时间 所以我回到修真界 准备去万重仙宗直营的万重楼自住店看看 这里面售卖的物品多如繁星 肯定有补充气血的灵物 但我还是高估了自己 整整一天也没有找到 但我的异常行为也引起了人的注意 道流可是要找什么东西 我看了一下来人吓得急忙转身就死 这竟然是狐女 要知道根据修行界的前辈所说 这可是比何欢宗的妖女还恐怖的存在 吃人不涂骨头 狐女见我要走顿时挤了 道流只需一块零食 就能带你找到想要的物品 真的只要一块 三分钟后狐女将我带到一处嘎啦 原来补充气血的丹药只有凡人才会服用 修真界很少人卖这东西 今天要不是遇到这狐女 我可能还真找不到这玩意 所以我爽快地付了一块零食 回到小院后 我就迫不及待地服下气血丹 短短三日我就将金玉宫修炼到三层 这时我才发现不止修仙速度提高了两倍 气血强大后会反补肉身可谓内外双修 就连使用术法除虫的效率也大大增加 而且我有预感金玉宫一旦突破到四次 修仙的速度可能会增加四倍 随后我又去万重楼购买了树瓶气血丹 却没想到回家的路上再次遇见了魏长盛 苏道友 我们这次可是聚集了数十位道友 准备前往仙矿占据一个矿度 而且负责领头的就是我身旁的菩提子道 他可是练气后期的大修士 你要跟我们一同前去肯定会发大财 以后成仙作祖也不是不可能 我一看魏长盛就知道已被人洗脑急忙拒绝 我答应了连火宗的卢前辈 接下来半个月都要帮他的竹林雏虫走开 魏长盛还想再说点什么 却被身旁的菩提子急匆匆地拉走 因为卢前辈可是临近金丹的助击大王 他这样的缅北团伙可惹不起 但我自身的境界太低 被这伙人盯上了确实危险 所以我又穿梭到了五道世界 准备在这边狗上一段时间 却在此时管家蓝月来报 秦掌柜传信新一批的玉石和药材即将到 要求准备更多的祸口 准备更多的祸口 这是什么意思 蓝月皱着好看的眉头 少爷 我怀疑秦掌柜那群人可能起了贪心 要不请西向门的高手前来坐镇 虽然知道蓝月是好意 但却被我拒绝 开玩笑 我堂堂修真借狗王又怎会没有手段 临近夜晚的时候 秦掌柜带着两人抬着箱子进入我的府邸 苏少爷 这次我可弄了不少好东西 我却冷冷一笑 你这箱子中怕是没有东西 秦掌柜顿时明白已经暴露 两名手下当即拔出长刀向我杀来 可是还没走两国 两人就开始互相攻击自相残杀 这诡异的情景顿时吓得秦掌柜冷汗直流 这难道是邪术 但他横行江湖三十载也不是下大了 当即使出看家本领风魔乱舞权向我杀来 可不管如何爆发都伤不了我分毫 因为我早在小院中布置了迷魂阵 这些没有神识的午休最后只会拖猎王 很快三人就领了盒饭 我直接将他们装进自己带来的空箱中 就在此时助师姐突然带人闯进来 师弟 贼人在哪里 原来有西向门的弟子寻接 发现有人在我府邸前鬼鬼祟祟 才通知助师姐前来 但我还不打算暴露实力 所以只能推脱是有人上门贩卖玉士 已经从后门走了 师姐见我没事也没有多做怀疑 不过告诫我最近有妖魔出没 一定要小心 有事可前往西向门避难 听到这我顿时骂了 不是说好的武道事姐 怎么会有妖魔 订获一块钱的物品 我却标价五千亿 并且功读应求 才以我能在修真界和武道界随意穿越 而武道界中不起眼的小事 很可能就是修真大佬追捕 西式灵彩 但我发现两界穿梭最大的好处 不是赚取资源 而是武道界衍生的气血修炼体系 可以让我修仙的速度十倍百倍的提升 所以我找到西向门的大师姐 准备再学习一门内宫星座 但是却遭到陆师姐的东西 师弟 金玉宫已经能让你晋级到先天际 切记贪多嚼不烂 我没有答话 反而将手伸向师姐 他探查我身体的情况后 顿时大惊是死 你你你 你竟然几天就将金玉宫炼制三次 师姐没想到我天资竟然如此高 虽然不赞成我兼修两门工作 也只能无奈戴武前往武 因为一楼大部分黄级星座都跟金玉宫类似 所以能够选择的只有铁锁横江和云鹤 铁锁横江的特点是战斗力暴 不过想要修炼成功却相当困 而云鹤宫偏向养生 就算修炼圆满也只是个战武杂 唯一的优点就是修炼难度低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云鹤宫 毕竟武道对我们修仙者来说都是垃圾 我需要的只是气血武道对武修炼的加速度 当然我最想要还是二楼的工作 对修仙的加速效果肯定比一楼的墙上速度 可是根据陆师姐所说 想要上二楼必须获得西向银张才有资格 而他当初为了西向银张足足做了半年的任务 但也不是没有通融的办法 那就是得加起 十天后我已经将云鹤宫练到三次 加上前面金玉宫的积累 我竟然一举突破到了先天竞技 虽然因为云鹤宫的特性 单纯的五到十力可能连一般练起中七度打 但是我修仙的速度足足增加了六度 连一些大宗的天骄在修炼速度上的独树里对手 而就在这段时间 在我付出足足三岸两名字后 大师姐带着数名真传疯狂的做任务 把城中潜藏的各种狠人凶人干掉大门 并且将功劳全部挂在了我里面下 我又拿出一万两打点好财的丁张楼 终于如愿地拿到了西向银张 可当我第二天来到五库二楼之后 却傻了眼 这里根本没有我想象中的玄机功法 只是黄极功法的种类更丰富 难道在更上面的三楼 想到五库的守卫也不过先天井 我把心一横 当天夜里就悄悄潜入三楼 却发现这里摆放的竟然是对我最没用的剑底包 这群老鹰逼定然将功法藏起来 无奈之下我只能继续甘云喝多 但却发现服饰过多的气血丹后 我的身体竟然慢慢产生了靠性 但要补充的气血已经跟不上练功的消耗 我只能再次找到大师姐 师姐 我最近感觉身体越来越虚 这是怎么回事 大师姐满脸慎重地将手放在我胸口 内镜在体内快速绕了一拳 脸上若有所误 师弟 我告诫过你不要太平反 你现在已经气血两亏 再继续练下去很可能走火路 除非 但话还未说完他却突然停止 再我再三追问下才知道 原来武道世界中的妖魔肉才是补充气血的事 很多高手都是靠着妖魔肉突兀 但是妖魔肉中蕴含着大量的妖气 如果武者的意志不够坚定 就可能被妖气侵蚀变异成妖魔 最关键的只要吃各种不同的妖魔肉 身体基本上不会产生抗险 听到这里我顿时双眼一样 要是能找到驱除妖气的办法 那以后修炼武道再也不怕气血不错 随后我就穿梭回到修真界 并且再次来到万重楼自主殿 找到了百事童小狐女 我相信她肯定有驱除妖气的方法 而狐女不愧为天地最恐怖的生日 竟然坐地起家 要我整整两块零食的信息咨询 为了以后能够气血自有 我只能忍痛答应下 很快小狐女再次将我带到嘎拉的 找到三枚储魔蛋 这种丹药异常的偏门 唯一的作用就是能自动吸收 方圆五米内的妖气 花费五枚零食的巨子 买下三枚储魔蛋后 我就准备赶回小院穿梭回五刀世界 但路边卖烧烤的汉子 却引起五刀诸 我这才知道修真界的妖魔肉这么减强 仅仅半斤肉就需要整整一枚零食 要知道五刀世界中 妖魔肉可是暗淫自算 倒卖过来这利润足以让张三犯罪 回到五刀世界后 我就找到助师姐 师姐 听说宗门有猎魔队 我能不能跟着去掌掌见识 这却把助师姐给搞不会了 不知道该怎么拒绝我这大惊主 毕竟在他看来 我刚练武去猎魔纯属找死 还是身后的丁长老站起来给他紧 苏锦啊 你习武时间太短 还没有资格参加猎魔队 但转眼丁长老看到我手上的五千两名票后 口气呈三百六十度旋转 助指 既然你师弟一心向学就把他带上 但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却被我合法地卖出三百万银子的天界 因我能在修真界和五刀世界自由穿越 在五刀世界中收购大量的玉石 从中挑出临时带回修真界 就能得到巨额利益 却没想到仅仅三个月 周边城池的玉石就被我收购一空 想要得到临时越发的困 但就在这时我又发现了新的商机 在修真界卖出天价的妖兽肉 跟五刀世界的妖魔肉效果类似 价值却是天差地利 我当即回到宗门申请前去狩猎妖魔 加上城主府的五千重价日兵 面对皮操肉后的妖魔仍然不是对手 看着同门和士兵们的哀嚎 我毕竟是个活生生的人 不是冷却动物 不顾暴露的风险 暗中利用神识将妖魔重伤 但仍然为时已晚 虽然成功将妖魔围攻致死 整个队伍的死伤仍然超过七岁 而且根据从诸师姐口中了解的情况 这就是五刀世界的常态 我心中微微触动 毕竟同为人族总感觉需要做点事 随后几天我发现城中越来越乱 不时有妖魔冲进城内虐杀平衡 城主府也终于下定了决心 不只下达了武者召集令 还许诺斩杀妖魔可以得到重视 城中的武馆和一些小帮小派纷纷出走 想要趁机八戒上城主府 但却没想到妖魔没有斩杀起 各大武馆帮派却死伤惨重毕童 这就苦了城中的平邻百姓 每天都要被妖魔吃掉数百 看着这些在凡尘苦苦挣扎的反 我于心不忍 只能趁着夜深人静之力 寻视我伏底所在的南区 凭借我修真界十年的除虫经验 加上唯一的竖法西旋斩妖族 短短时间内就斩杀了 树头先天静的大妖 而我也凭借着蕴含大量 气血之力的妖魔血 直接将云鹤宫的境界推至第四层 就算单纯的武道实力 我可能在先天境界中也不算庸实 为了测试出真实战略 我来到西相门准备挑战大师姐 大师姐却并未在意 以为我不过是来磨练下武技 毕竟在他看来我一个入门 紧紧一跃的心 就算天资如何妖孽又能有多情 可是紧紧交手三招 大师姐眼中就闪过一丝惊骸 怎么可能 苏师弟 难道你已经达到了先天之界 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 大师姐再也坐不住 直接带着我找到负责管理弟子丁长老 长老 我要为苏师弟申请真传之位 我的心情也瞬间激动 要知道真传不只代表 在门内的地位更高 最主要的可以习练先天之后的功夫 而丁长老知道 我进入先天境界后也省力 他喵得有这样的实力 为何还要走后门 完了 可最终我们的申请被丁长老拒绝 原来西巷门每年只有两个真传名额 而今年的名额 一个给了单挑路零时期债的司徒 另一个给了刑罚赵长老的孙子 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 世界只能退而求其次 苏师弟已经突破先天 就算不能晋级真传 但提前传功应该没问题 但是仍然被丁长老拒绝 丁长老立马露出惨烈的效果 苏师值上交银两可是立下大功 完全有资格进入密库 我一听此话顿时骂了 他喵得我要的可是先天之后的功夫 可不是什么宝 但半课中后 我发现还是自己父亲 丁长老果然不愧是老狐狸 原来密库就潜藏在武库之中 而密库中不止有各种宝 还有不少可以修炼到宗师的玄机功夫 我照常的挑选了最容易修炼的远海币炮 虽然战斗力拉矿 但是对修仙速度的增幅效果却是最大 短短十天我就将云鹤宫的魅力 全部转化成远海币炮 全身的气血之力瞬间增强了一倍 修仙的速度更是达到了之前的十倍 但我不明白武道明明比仙道低级 为何会有如此效果 我不由拿出检测资质的检测室 却惊恐地发现我的修仙资质 竟然从最垃圾的人阶下等变成了人阶上 这是我才明白气血武道可能远离我想象的那么紧 而数日后城中的情况越发地不明 不止妖魔的行动越来越猖狂 就连一些死去的武者受到妖气侵蚀 也变成了只知道杀戮的妖魔傀儡 作为定海神针的西向门也做不住 先天巅峰的刑罚长老带着数名真传弟子 不停地四处清解 终于将妖魔动乱压了下去 城主府更是张贴告示表示妖魔已经被清除 但是我却感受到风雨越来的莫打危机 这次妖魔事件背后肯定有个超级报复的武器 稳健的我又怎会把自己置于心 因为我是西向门的弟子享有一定的特决 当天夜里我就带着娇笑的小侍女 将住处搬到了西向门 我意外拥有穿越修真界和武道界的脑 见到我为了防止修真大脑把我切皮 准备狗在武道世界默默发育 本以为练气中期在这里已是站立天花板 却未料武道世界中竟然有苦补的妖魔 但妖魔并不是修真界常见的妖手 实际上它们是两种生物 其中的妖是草木猛兽吸收妖气一边而走 虽然最低都有先天境界的实力 但总归是活物 只要击碎它们的脑袋或者心脏就会死 但是魔却是由怨气而生 无形无质根本无从下手 根据古书记载 魔一旦出现必定成破国命 除非是宗师之上的强者不然遇上必死 而就在此时丁长老带着庶民真传一脸恐惧 快收拾东西马上离开长宁城 原来就在一天前陈家数百人无故失踪 整座城池再次人心惶惶 丁召两位长老亲自带领十数名弟子追查真心 这时却有弟子发现有些修炼制人丹 失踪的人应该已经全部遇海 愤怒的赵长老当即准备前往灭杀行修 街道上却突然诡异地出现大悟 瞬间让众人迷失了方向 实力最强的丁长老猛然一掌拍向地面 想要将雾气震散 却未料雾气竟然没有半分减少 更恐怖的是丁长老的手上出现斑斑血脚 赵长老见此瞳瞳猛然一手 粘稠如血 这不是雾气 是怨气是魔 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两位长老 当即兵分两路 赵长老先带人守住城门查看起 而丁长老则回宗门召集剩下的弟子 可当两只人马在城门口会和事才能起 这里已经堆积了海量的怨气 进入其中探查的弟子没有一个活着 自立最老的丁长老训练 怨气已沉默一生 除非到达宗师之境不然根本出不去 也就是说所有人只能在城中等死 西向门的弟子顿时崩溃 幸好丁长老及时站出来稳住大局 将弟子带回宗门并且全面封锁消息 只派出几名亲信的清传弟子守住城门 并且向城内下令城外妖魔肆虐 所有人不能接近城墙 这才让这件事情得以暂时平息 不至于全城大乱 可是哪里有不透风的情 三天后城中开始出现了行动消息 城池已经被妖魔团团包围 城中的人都会死 而一些消息灵通的亡命之族 已经开始了最后的狂欢 他们肆意杀人凌辱他人侵 到最后甚至一些普通人都加入其中 城中的秩序开始迅速崩坏 我虽然接连斩杀了数十名兄弟 但是个人在这乱局中的作用实在有些 想要将所有人都救下根本不可 除非我能突破到炼气后气屁股宗师 并且拥有制衡妖魔的手 我决定回归修真界闭关突破 但闭关的时间必然不足 为了不引起门中师兄弟的怀疑 我当即找到大师姐 师姐 我已经感觉到突破的契机需要避死 师姐却是半分不息 师弟 你刚突破先天境界又要突破 逗我完呢 我只能将身体放开任由师姐探着 感受到我体内翻涌澎湃的气血 师姐虽然震惊但心中却是暗血 这小子天资如此恐怖 如果能突破到宗室境界 说不定我们真有机会活下来 告别师姐解决掉后顾之忧 我就穿越回到修真世界 先去万重楼找到百世同小狐女 想要用妖魔肉换取资源用作突破 而小狐女一听我手上有八百斤妖魔肉 而且还是纯净无毒 顿时兴奋起来 这东西在修真界可是几俏后 他当即表示可以帮我联系美家 相约在一天后交易 却在此时连火宗的卢长老 又叫我去竹林储存 我心中却没有半分喜悦反而满心的恐惧 这老小子难道派人监视我 不然为何我刚回来他就能找上门你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照常将灵竹中寄生的妖虫斩杀后 卢长老突然邀请我加入连火宗 担任外门的灵田养殖师 虽然知道他可能只是看上了我储虫的手 但仍然被我果断拒绝 因为正式进入宗门为了防止奸细 都会对人员进行详细检测 而卢长老可是知道我只有人阶下的资质 要是发现我突然变成到了人阶上 必然会将我切片 卢长老见我拒绝却毫不在意 只是表示可惜了 可是他离去使眼中一闪过的阴影 却让我知道此人必定已经极恨什么 这可是助击巅峰的大法 所以我必须加快增强实力 一天后我以一经一零食的价格 与小胡女完成交易 总共获得了800块零食 虽然足够我突破到练气后期 但还需要准备一些应付妖魔的后期 小胡女没想到居然还有单子 当即兴奋地去万重楼帮我张望 而趁着这个时间 我练花200块零食后终于突破到练气后期 小胡女也在此时找到我 并且带来了大量对付妖魔的伐气 但是价格却高得下 我怀疑她在赚我的飞行前却没有证据 最后只选择了两件下屏伐气 太乙轻木剑以千年陶木制作而成 对练气甚至助击器的妖魔都有奇效 定山炉 控制性法器 可以短暂镇压同级别的敌人 而就这两件法器 小胡女竟然报价130块零食 吓得我急忙将法器帮回去 坑爹啊 这是把我当作冤大头了 要知道正常的下屏法器最多50块零食 苏哥哥 你这可是定制法器当然要贵一点点 要不我再送你一些单药当作补偿 见小胡女态度还不错 加上常宁城的形势越发危急 我只能忍痛将两件法器满下 可在我准备回小院穿越到不到世界时 却突然遇到了青蹄子道友 但是魏长盛却已经没了踪影 我心中顿时升起一股巨大的王军 随意编造了一个谎言就匆匆离去 因为我发现这老小子竟然也是助击修士 可他却隐藏修为放下手段 接近了这种底层猜忌 肯定对我有所图谋 直到我回到五道世界才有了一丝安全感 修真界太多老六 我决定不是必要情况绝不回去 我意外拥有无限穿越的能力 却并未在高等世界追求长生 反而在第五世界中当寝宿家翁 只因能修宪的世界残酷无敌 稍不留意就是到萧仁王的下场 还不如留在第五世界中好好享受 但没想到我的运气这么水 竟然撞上了万年不遇的魔宰 数百万人都只能在城中等死 因为根据上古传下的风魔路记者 魔宰非宗师级以上的强者不可 而城中实力最强的西向门丁长王 年轻时虽是威压十二郡的巅峰宗师 却从今惨遭八名宗师级的敌人围攻 如今也只有先天巅峰的战略 所有人只能将希望放在赵长王身上 只要他能及时突破宗师就还有几乎 但是根据我悄悄的观察 赵长老在上一次探查中已经被罗旗轻视 就算突破也不知世人是母 所以想要活下去唯有整合力量自己 而此时城中已经传遍了魔宰降临的消息 虽然潜藏在城中的妖会带来很大伤害 但更恐怖的却是人物 无数亡命之徒开始最后的狂欢 就连本该担任守土之责的武馆也加入其中 城中平民的日子苦不堪言 所以我决定先整合所有武馆力量对抗了 可这些武者早就习惯了高高在上 又怎会听从我这样的无名小族指挥 我只能拿出咱们老祖宗的策略 先强势斩杀所有的刺统 然后再拿出能助人破镜的神丹利用 在大棒和萝卜之下 城中大部分武馆都答应同我 但我来到最后一家武馆时却发现一个奇怪的 男人明明身中数十斤 却靠着强大的意志吊着一口气 看着他我有一种强灭的欲 此人或许可以成为我的助理 当即从怀中掏出仅有的疗伤灵药重名单 仅仅半刻钟的时间男人伤势就修复八岁 而这时我才知道男人是先天终极的高手 清越武馆的副馆主杨丽宇 因为怜悯平民而被其他武者为杀 半日后见城中剩余的武馆人员都达到指定地 我凌空飞出并且拿出几颗气血弹 用灵力催化后向所有武者伞去 武者们顿时感觉到气血和伤势都在恢复 而在这武道世界中有这样效果的唯有宗师争取 所以我直接被他们认定为西向门的宗师 对我接下来的话自然深信不疑 我手上的乃是武道神药通神弹 服用后宗师之下可以直接提升一个境界 凡是斩杀妖兽数量排进前十的人都能领取一颗 此话一出 下方的武者顿时疯狂起 纷纷叫嚷着要去斩杀妖兽 而这时大师姐也收到消息 什么 那些武馆武者都在猎杀妖 不可能 他们各个自私自利贪生怕死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阴谋 听到师姐的猜测我无奈地笑起 总不能告诉他我在背后策划的这一切 而一天后广场上已经堆满了妖的尸体 但是武者的数量起码减少了6次 有人意识到有可能这是个阴谋 根本没有什么通神丹 只不过是骗他们去与妖拼个两败俱伤 纷纷要求我给他们一个交代 我当场将跳得最欢的武者枕杀 随后扔出十枚通神丹 进入前十的杨丽宇拿着丹药破釘期待服务 他可是对我深信不疑 下一秒一股巨大的气血从体内升起 瞬间突破到了先天后期 其他得到丹药的武者顿时兴奋起 在无半思一律 服下通神丹后纷纷突破 这让其他没有进入前十的极度的发布 这时我顺势再次颁发认诺 征召后天武者探查城外的迷雾 不管生死都能得到通神丹 但有的武馆馆主却用莫名的眼神忘了 这怕不是神经 这样糟蹋神丹 却不知我已经赚了 如此多的妖魔肉带回修真剑 换取的零食足够买上几千颗通神丹 而且探查迷雾可没想象中的那么几 最强的后天大圆满屋者 也仅仅走出城门四十丈就丢失了信物 不过我却得到了想要的情况 迷雾中有一种诡异的力量能影响 但对我这样具有神识的修真者应该没有 只要继续探查出迷雾深处有没有陷阱 我就有把握走出去 但是剩下的人也不是神 他们是最先服侍过通神丹的先天强者 已经察觉出迷雾中潜藏的巨大杀机 根本没有一人赶进迷雾探查 但却已经由不得他 因为我早在通神丹中加了一点点提论 毕竟这群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在我就像那个全家被屠灭的小女孩时 我就发誓要将他们全部赶赶 但是有一个人利用 那就是没有沾染过平民性命的杨丽 可他却执意要进去 而原因仅仅是我做过他的信任 并且这里面的情报肯定对我异常中 这只全部由先天组成的队伍 行进的速度格外的快 很快就超过我神识能够探查的五十米方 足足两个时辰过去 迷雾中才缓缓浮现出一道人意 正是我寄予厚望的杨丽 他虽然内力消耗殆尽身体 更是多处重伤 仍然靠着强大的意志力一步步模出 而从他口中 我也得到了迷雾深处的秘密 迷雾不只能影响人的神物 里面还潜藏着一种恐怖的神物 他的名字叫多物识 男人是世上最后一个修真者 凭他的实力完全可以横推整个五刀剑 但他却异常的温急 总觉得这个世界处处潜藏着威胁 就算撞上了万年难遇的魔崽 而自己破解魔物有99%的成功率 他也会因为另外1%放弃 而就在刚刚赵长老终于突破到宗师之际 决定闯魔物出长宁城 所有人都担心明日能否活下来 我却是暗息 有着老小子顶在前面 我就能继续引在暗处狗子 赵长老也没有让我失望 虽然是靠魔器取巧突破的宗师际 但实力仍然霸道无辜 凭借宗师之力硬生生开辟出一条通路 但在魔物中却不死不灭 并且每被灭杀一次 下次复活后就会强大一条 极其难产 而这样的雾蛇还足足有六者 赵长老虽然凭借宗师实力强行拦下四者 但剩下的两条 依旧不是西巷门剩余弟子能够对付 所幸丁长老及时服下激发潜能的灵量 恢复到先天巅峰才勉强拦下一条雾蛇 但剩下最后一条雾蛇仍然造成了大量的伤罚 作为大师姐的陆轩只能站住 你们先走 我来拦住他 可是陆师姐不过区区先天中期的实力 又怎么会是雾蛇的对手 很快就陷入了绝境 还是丁长老强行爆发大招将身前的雾蛇逼 才在关键时刻帮陆师姐拦下致命的攻击 但几人也被强大的力量挣成了重伤 可雾蛇转眼又出现在陆师姐身前 没有意外的话他必死无疑 我微微地叹了口气 还是得出手 就在此时满心绝望的陆师姐 身体突然被注入一股强大的力量 他的身体不由地提起 长剑将身前的雾蛇披服 这不止让正在战斗的赵丁两位看神 就连陆师姐自己也不敢置信 但以他聪慧的脑袋转眼就能 暗中肯定有高人相助 接下来陆师姐在我灵力的加持下 越战越勇打的雾蛇节节败退 但就在此时 我发现自家的小侍女在魔物的侵蚀下 气息越发的虚弱 直到不能再等 我急忙悄悄地扔出数十张符咒 瞬间在魔物中开辟出一条通道 其他人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明白这是唯一活命的机会 纷纷丢下雾蛇拼命地朝着通道奔去 可就在我带着侍女冲出魔物的瞬间 敏锐地感觉到有更恐怖的生物出现 果然走在后面的人全部被一条锁链锁 包括陆师姐在内 已经冲出去的住址见到陆师姐的威胁 当即就要回去救援 却被陆师姐阻止 快走 不要回头 就在此时突然出现一名黑桃老子 轻轻挥手就将陆师姐救醒 并且满脸的心生 不错不错 红门之意虽死不弃 原来老玉是总部派来支援的默染宗师 他可是门内排名前三的顶级大 实力比赵长老这种取巧进入宗师的 不知道强大多少 而他最欣赏的就是敢于战斗的 陆师姐更是直接被他收尾了青传弟子 而我因为跑得最快 还带着两名娇孝可爱的小侍女 自然被他锁不行 要不是陆师姐替我求起 估计都要将我直接踢出西向 当然最可惜的还是赵长老 虽然靠着一丝魔器突破到了宗师级 但是成野魔器败野魔器 因为身体内有一丝魔器 他根本就不能离开魔物范围 最后被追上来的雾蛇吞噬得干干净净 可是事情却远远没有结束 魔物一日不足 默染宗师就会长期在此地镇上 而我们则在丁长老的带领下 前往西向门的走部 但刚刚走出树里就被帝国的镇摩四乱起 原来为了防止有人被魔物污染 所以从中走出来的人 都会进行三个月的隔离观察 但是我却不在此地 他们会直接把我交给灭妖丝主 要知道灭妖丝可是相当于明朝的锦衣卫 落在他们手上根本没有活命的课 可是我跟灭妖丝没有一丝交集 为什么非要我的幸运 下一秒我的脑海中闪过一道人物 默染宗师 只有他才有如此的影响力和动机 看来是陆师姐对我异常的态度 才让他起了杀心 就在此时几名灭妖丝人员走上前 来人 给他喂下软骨伞带子 而刚还在我身旁瑟瑟发抖的小猪 文言却仿佛被触及到逆铃 想要动我家少爷 就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这却把灭妖丝的人给逗笑了 小丫头 你少爷马上就要死 不如以后跟着我们搁几个走 而本想一直苟着的我脸色顿时阴沉性 为什么有人偏偏要自己找死 我是五道世界中唯一的修真者 但却只能苟在家中不敢出门 因为我感觉这个世界蕴含着莫大的威胁 平日与人发生矛盾也是处处人的 这话突然冒出一名大佬将我干掉 却没想到被人认为软弱可惜 不止想要我的性命 竟然还调戏我家的小猪 既然你们想要找死 那就怪不懂 我倒要看看五道宗师到底有多强 下一秒两名灭妖丝成员 就被我喷出的口水扭杀 灭妖丝的领队梦里眼中闪过一丝惊态 但他反应很快 瞬间拔出佩剑快速向我斩 可在我眼中他的动作如归宿一般缓慢 我轻轻一直点出将长剑崩碎 再利用碎片斩下他的右骨 半想后才慢慢爬起来的梦尼满脸的恐惧 他可是先天巅峰竟然被猛杀 这小子难道是名宗师 看着我带着满天的气势一步步向他靠近 梦尼瞳孔猛然一锁 灭妖丝所有人截阵 顿时数张大网就向着我照了 这网明显经过特殊处理 就算宗师级高手稍不留神也得栽在这 但在我看来却全是破绽 我直接一拳一个将所有大网砸碎 灭妖丝剩下的人员却又省时间盾再次为上 看走位隐隐中暗藏着某种阵 明显是专门针对力量强大的舞者 可惜我还练过能发出暗镜的透骨剧 盾牌对我来说仿若无 暗镜透过盾牌直接将盾后的人震飞 这却把一旁的丁长老与朱师姐给吓上 这他喵的不是我西巷门的透骨掌和断铁拳 苏小子竟然几日就将他练到了圆满几个不息 这样的天才我一定要保险 可是还未等丁长老说话 我却转头主动挑衅一旁看醒了震摩斯 出手吧 我们今天不死不休 但对面毕竟有宗师级高手 稳健的我还是留了个心眼布置了小型传送阵 就算打不过也可以随时逃跑 而震摩斯的震手听到我的话却一脸猛逼 他喵的下命令的是默然大然 动手的是灭妖丝 关我什么事 可我并未听他的解释 直接一试断铁拳向他砸去 奇怪的是震手的力量被我一击击毁 强大的力量直接涌入他的身体 瞬间将他震飞食鱼杖 口中更是大口大口吐着鲜血 我却一脸的疑惑看向他 这宗师难道是假的 怎么会这么容易 震手文言气得再次吐出几口脑袭 要杀就杀 何必如此侮辱我 感受到我的杀意丁长老急忙站住 苏小友 武震手实际上也是我们西向门的人 还请看在我的国面饶他一次 我皱了皱眉头 既然是西向门的人确实不好下杀手 但今天必须要立威 因为我准备将两名侍女都留在西向门 然后独自去看看这个世界 而只有我足够强 小侍女们在我离开后才不会被欺负 我不由得望向灭妖丝的领队梦 这小子貌似是个不错的人群 梦离顿时给吓唤 竟然直接燃烧自身的气血换取速度 想要逃离此地 但就算不使用修真剑的预风术 我的速度依旧比他快上树 轻松一拳将他打死 可仅仅一人在我看来还不够 我不由回头望向剩下的灭妖丝成员 丁长老顿时给吓唤 此刻梦离西巷门还能含糊过去 要是全死了帝国估计都要证明 面对丁长老的求情我还是心软 毕竟我也不是世杀之 但我还是提出了条件 那就是把我那两名小侍女一世无忧 丁长老见识了我的实力 哪里敢有半分反对 当即拍着胸膛保证没问题 丁长老虽然平时贪财 但人品还是有 解决掉后顾之优惑 我就飘然而去 但我却不知道 这一战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大宋城 所有势力都将我列为禁忌不可得罪 经过三日的赶路我来到玉西城 而其中的杨府老宅就是我的目的 因为闯魔物之前 我就找过杨丽宇要他一同出走 但他在长宁城还有钥匙所以并未得 不过临走前他却拜托我要是能闯出魔物 务必前往玉西城照顾下他的妹妹杨婉 作为回报 他可以告知我一本地级养生工作的下落 而此时杨府妹 狗腿子拿着欠钱的字句一脸为锁 小娘子欠我们的钱该还了吧 少女却知道自己家根本不欠他们的钱 而且字句还是他们刚刚行 目的无非就是想要霸占他家的祖宅 虽然心中害怕 但他仍颤颤巍巍地爬出城镜 想要我家的祖宅 你们死了这条心吧 但少女并未习武又怎会是几名大汉的对手 转眼就落在大汉室中 眼看就要命丧黄泉 我却在此时走进来望想少女 你是不是叫杨婉人